这个就是滴水湖的 从上方看还是蛮小的 它可以看到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皮皮士兰 我现在是在上海浦东新区书院镇这里 我车子就停在书院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了 书院镇这边路两旁 就是有很多很多免费停车场 你看我觉得还是郊区发展的 就是人没那么多 就是他们当地的话 都是家家户户住着这种自己建的别墅 然后基本上自己门口都会有停车的地方 然后这个书院镇上 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下 书院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然后这一个门口 你看有很多停车位 然后并且这边的停车位都是开放式的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马路非常宽 两边建筑也不是特别高 然后马路两边的公共地方都画上停车位 都是免费的 然后这边有很多吃的 我们等一下去找个吃的 我买了有这个糕点 这个糕点放哪 放这了 我买了这个糕点 但是我想吃点带汤的 这个等到啥时候吃点心 买了这个蒸糕 在新肠古镇买的这个蒸糕 这个蒸糕也很好吃 我经常买 我挺喜欢吃米做的糕的 好吃这个 你们喜欢吃吗 我回来了 我没回去吃饭 我买了点水果 买了一个汉堡和炸鸡 准备开车去海边吃 走吧 我现在已经到达临港了 我的右手边就是滴水湖 现在我到外面去拍摄一下 因为天马上就会黑下来 现在已经5点19分了 我们要赶快把它转一下 拍摄一下 因为天气马上就会变黑 6点钟吧 天完全就变黑了 还有一个小时时间 我现在都有点饿了 但是我买的东西 我都没办法吃了 我要赶快转起来 然后对 我赶快转起来 车子就停在这里了 这里是路边上是免费停的 就是不多远就会有一个停车位 这边往前面去就是滴水湖了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这边是要栽树还是要刨树呀 刚刚我赶快吃了一口买的鸡排 吃一口之后感觉 更饿了 赶快赶快我们去滴水湖 那个边上拍一下 这个路灯啊 你看 都已经开了 所以天空马上就会黑 哇 这个湖边上还有一点点冷的 哎呀 有野鸭子 你看 有野鸭子 这个是特意放在这里面养的吧 以前没有见过啊 好多看到没 前面这边也好多 能看见吗 那小黑点就是的 中间大家看到那个圆环了吗 那个圆环就是 滴水湖的中心位置吧应该是 是一个标志 滴水湖呢从上空看 就是它是一个圆的嘛 滴水湖属于浦东的临港片区嘛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属于新城吧 临港新城 然后不知道这边入住率怎么样啊 这边那个小区也挺多的 然后这边工厂公司比较多 就是引进很多人才啊 就是你看 背后有很多这种公司大厦之类的房子啊 然后到时候会有很多人才引进 然后这边的房价的话 好像刚开始开发的时候 只有一万多吧 现在好像房价也涨到了三四万了 不知道啊 反正这个地方离上海市中心的话 有70公里 买这边房子的人 要卖的话就已经回本了 不过这边的房子呢 陆陆续续还都在建设中 那现在因为上海也对房价 管控的比较严格嘛 所以不知道啊 那肯定会发展的不错的 这边你看后面能看到吗 那个黑色的小房子是别墅区 应该是连排别墅 这上面是一个桥啊 咱们开车啊 开车转起来 沿着这个湖走一圈 之前呢我是坐公交车转的 没有转一个圈 咱们开车 因为现在天还有一点亮啊 等一下天黑了之后就没法拍了 因为郊区啊 天黑 这边的灯光没有市区的灯光亮 不知道这边的灯光亮不亮啊 我们赶快开车先 开出去先转一转 走吧 好冷啊 临港滴水湖这边就在我前面走一点点 就是南汇嘴关海的 那边就是海了 所以这边靠海风比较大 有点冷 我们开车吧 开车转一转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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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